各位朋友,我们今天介绍马鞍山 马鞍山,很多人都很熟悉 那里有很多人住,有几十万人住 马鞍山主要,很多时候人们都混淆了 马鞍山是分两部分的 前面那个位置就是牛鸭山 后面最高的位置就是马鞍山 他整组看来就是马鞍山 所以很多人整体就叫他做马鞍山 当然这些就是以前一直定名下来 就有这个名字 其实山是一座山 这次想拍的一件事就是 我们都上两个礼拜 我去了两次这个大金钟 就是马鞍山隔离的大金钟 我就希望利用这个韩伯机 就是影响到整个马鞍山 加上地区 包括沙田一带 就是想利用这个韩伯机 影响到它有云 以及整个区域的关系 这次也算是幸运的 就去了两次 我就拍到了 终于拍到想要的东西 不过第一次就不行 第一次就很大风 我也想透过我讲解那些 相片的过程里面 也想大家去一去 我的拍摄环境 因为第一次我就有拍片 第二次因为太累了 沿途没有拍片 这些事情都很重 在这条片里面 我现在就去一去片 就是第一次上去的环境 给大家看看 如果大家觉得很闷 就直接飞去后面那一部分 就是飞去中后面那一部分 我又会回来介绍 就是第二次上去拍到的 moment 的相片 那现在大家看看那个片 好了 现在呢 就 现在呢 我的一人营里面 那当然地方就很显摘了 在里面 那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其实在这个营里面 就是 都很大声 就是那些风很大声 很大声 那 大家都可以听 那其实呢 那其实呢 在这些环境呢 在 在 拍 这个 秋冬时间呢 整天都遇到的了 就是这些风 就在 入冬的时候呢 就特别猛烈的 因为它是 吹这个东北过去的风呢 那但是 美的景呢 就在 这些情况里面 多出现 那 那在这些时候呢 那 我就会 通常都会 出去拍这些东西 那这些都是工作之一 那 那不如 那 就是 那 那 不如 就 跟大家介绍一下呢 一个 跑Landscape的摄影师的人呢 到底 他的食物是什么呢 那 那我拿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先 好了 那 那些食物呢 要准备 那 摊好呢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那 那 其实呢 就 你说 职业 Landscape的摄影师 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和电视是很大出入 因为电视那些 大部分都是摄影的 因为职业的Landscape摄影师 通常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我的背囊 现在这个就是我的背囊 那 其实呢 整个背囊呢 有七成都是 其实是器材来的 那 那 就 一个人的体能 就不会有太大的能力 可以再拿炉啊 啊 啊 Gas啊 之外 之外 可以煮食用的东西 因为那些都是一个负担 那 那些 如果要用的话 除非是去一些很简单的地方 那 但是这里呢 就是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 就是大金钟了 那 就 不是太适合拿那些的 因为 啊 我现在的器材里面 就是 已经 那个 磅 呢 就已经去到七点多公斤 只是器材 微脚架 各种东西 那再加上去的 就是其他的东西呢 就其实 就是 而一个人呢 就 其实我们 就是 有个比重 就是你那个器材上的负担呢 就是最大极限呢 就是人体 就是 比如你是 50公斤的 那你那个负担呢 其实 最大极限是 三分一 就是 大概是 15公斤 左右 其实 已经是等于一个 差不多50公斤的人的极限 那 那 还要看一下他的体能情况 如何 那有时候可以背多一点 那 就 公民论点 那 那 现在 我全部的 工具 连食物 连营呢 我都是要 保持在大概 20公斤内 总之一定要在 十几到二十公斤以内 我才可以应付到的 那 事不宜迟 看看 就是到底Lensker 摄影师 不是 和电视有什么 不同 应该这么说 和电视有什么不同 那 其实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能是 造型不是太好的 那 首先呢 我拿一拿好咪 先 首先 不好意思 因为 这里实在太冷了 我都有一些 就是 因为 那些 外面的冷空气 令我鼻是有些 鼻水 那这些是正常的现象 那 首先呢 水呢 我会用 这些 那 其实 现在就 换了 是食用水 即是那些 煮过的水 即是滚水 但是 摊动都入了 那 始终喝太多甜的 都不是一件好事 那 通常呢 这些水呢 如果两天一夜呢 嗯 大概 如果我消耗的话 就大概 是 嗯 其实是 一公升以内 就可以了 是啊 是啊 那这个是要训练的 当然 那 好 那接着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了 首先 煮粮啊 啊 这些蛋糕 啊 这些饼干 这些饼干 是啦 那 那跟着 还有两只 即是海心蛋 都是阿妈做的 是啦 通常都会 灼一两只上去的 是啦 那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呢 就 不好意思 就是这个是因为有些血迹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刚才呢 就太大风了 那我出去维修 其中一只营柱的时候呢 那就是 那些营柱已经用了很久 那就是 那就是 那那个风压呢 很大 那就是我给它一层 那就是 是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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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讲讲那些食物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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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品呢 这个 甜品呢 就是 两只米通 那跟着 附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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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終在電視台出鏡 有時都要講一下造型 嘩 真是很大風 現在是6時15分 距離還有20分鐘 現在我們出去看看 村落的情況 嘩 真是很大風 那我先關營門 否則我們先走了 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這一種 這一種就是 低壓槽 低壓槽的雲 那就 它就會 很密 不過日出了之後 它就會散 那 現在呢 就看到 那層下氣 現在已經移到深圳那邊 大家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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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叫 清清地 那 等一下 等一等到日出 因為現在 溫度都很低 和 很大風 那 大家可以見到 真的很大風 對 那 那個型呢 對 就是 吹得很厲害 那 好 那就 那 一會兒 看看日出點 那我準備腳架 那我準備拍了 好了 那現在就10點 那 那些雲 就散了 那現在就散了後面這裏 大帽山這邊先 那 水牛 那 那 就跟著 現在西港這邊呢 仍然都是 一大救人在這裏 好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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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就拍不到要拍的東西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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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那條影片呢 就是 我用高波拍 那 都有朋友是建議說 喂 不如你將 平時你拍開 就是那個 相片那個經歷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不是不想拍的 譬如大金鐘 我每年都想去幾次以上 因為那些裝備 剛才大家都可以看到 實在是太重了 人根本沒有這樣的精神 體力去拍片 所以不是經常拍 不過接下來 我都會盡量去做這件事 不阻礙大家的時間 我現在介紹這次 《Hong Kong Parodipers》這個展覽 會有的照片 我承接上一集說的 就是因為這個展覽 場地關係 我補充不好意思 場地關係 因為疫情受限制 我就索性把它取消了 換在網上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些照片 其實這些照片的寸風很大 每次都是兩米或一米半 各樣的事情 事不宜遲 我們就介紹 今次展出晚山區域的主題照片 其中一張 就是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其實如果沒有航拍機 應該都很難拍得到 因為在這裡 我要的東西就是 想它在秋冬的時間 因為它上面 通常會有魚鱗雲 或者有些薄的雲 它會否間中 就會開出一個洞 這個洞 在外國 如果是雷暴日的時候 即雷暴時間的時候 在這個洞上面 有機會會有些彩虹的雲 再出現 這個就在天文學上面 或者有個名叫 魚盤洞 名字很漂亮 但問題是 我現在想拍攝 透過這個洞 可否拍攝到下面 整個環境 讓視角有一個聚焦點 還有雲和下面的配合 整體我們看風景也是看這些 幸好 去了兩次 為了追踏這個洞 第二次就成功了 它真的出現在沙田和馬鞍山區 大家可以看到一張照片 下面的一個就是沙田和馬鞍山 右邊的一個就是吐祿港 現在這個區域 一個最好的地方就是 剛好的洞是看到下面整個環境 然後大霧山是遮不住的 因為有時密雲都會遮住整個區域 很多時大霧山都看不到 有時要靠在雲的縫隙 就這樣看下來整個區域 看到 我當然不是想要那樣東西 現在幸好終於被我遇到這個環境 我就把它拍下來 因為我覺得這種感覺 除了澎湃之外 我覺得這個區域 因為有大霧山在 因為日本有富士山 但其實香港的大霧山 那些中央的雲海 其實每年都會發生 也遺數不少 很多朋友都見過了 那怎樣可以表現到 整個大霧山 由宏偉到好像富士山 我想了很久 有很多地區都可以看到大霧山 不過在大金鐘 看到的大霧山 最橫 最整體的 就是它整個山線是被你看到的 只有大金鐘 這邊這個位置是看到的 在其他區域我研究過 就是都很深入的 就是越來越窄的 那個視角 我第二次就很幸運 就拍到這張照片 希望大家都喜歡 然後就數一數一下 後面這一張 後面這一張 這個就是整個區域 連著馬鞍山 一直到九曲山 一直到九曲山 以前叫做九曲山 現在的行山人士 叫它做彎曲山 有些就是 很多彎的 一條山路 其實就是 那我就完整地 就把它拍下來 當然也是要配合雲的氣勢 那大家可以看到 一直在底部 整個區域都看到了 左邊是西貢 左邊是西貢 然後就下面這一張 下面這一張 我就想再貪心一點點 就是我想它整個區域拍到 那這個區域是什麼呢 就是有大墓山 接著一路去到烏溪沙段 這裏都接近三杯酒那邊 接著就是三杯酒那邊 就是 簡直是西貢的後面 然後這一邊就是水牛山 左手邊 最左手邊那裏是水牛山 就想整個沙田晚山區 就是做中心短 接著一路的時刻就去到 三百 三百三十度左右 沒有呀沒有呀沒有 三百三十度 這裏是 這裏大概是二百多度左右 因為它的後面就是西貢 就是西貢那邊我就省略了 即是沐浴 大家可以享受一下這一批照 希望大家喜歡的 額外我都加了兩張垂直的照 因為我覺得馬鞍山的山線是挺特別的 因為它垂直 望下去的時候 它又挺壯麗的 又挺壯麗的 大家可以看到有兩款的 一款就只是描繪馬鞍山的山線 一種就是 垂直了一塊雲 大家可以看到 在中間這裏垂直了一塊雲 那下面那些屋 正正就是西貢那些屋 我覺得這個感覺就不像是香港 香港一向是摩頓的 但是現在這樣看來的景色 有點像歐洲的東西 所以我們香港的景色 是真的包羅萬有的 是有騎石的地方 就是騎石就是我們的獅子山 之如此類 也有現在你們途中所見的樹林區 樹林區又會有住宅區 香港的景色其實是包羅萬有 這正正就是香港的特色 所以各位朋友 有空的 如果是避開人潮的 可以早一晚早點去行山 吸收一下負離子的清新空氣 那個人也會健康一點 正如我在第一條 前面那一段的短片裏面 都說 當你見得多外面的環境的時候 其實你會心情開朗一點 是不是 還有你一個人吸收的清新空氣 遠遠跟你在家是兩回事 因為其實大家知道 偶在家是很大件事 其實是很不健康的 但是疫情裏面 亦都沒有辦法 就唯有避開一些人 就像我這樣 我通常現在 如果我不是露營的話 就會凌晨左右 日出前一個多小時左右 到達目的地 即是說凌晨 譬如現在 日出是六點半的 我就在四點半出發 走一個小時 上去預備一些東西 然後日出這樣 大家可以試一下 一種行山的方案 看看行不行 今次就介紹 不斷輕輕 大一大過 希望大家都喜歡 晚山這個區域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下一條片會介紹 另一個區域